从浪劫第一季兴起 终生代艺人二次翻红的殷宗 便成为一场空前绝后的选秀节目 东方随之模仿出追星 让21位男星踏上了二次翻红的道路 随之被网友贴上了油腻的标签 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 接着P哥一军赌起 与追歌二差不多时间播出 作为后发的追歌二 请来了张卫健和吴振宇 都没能在热度上超越芒果的P哥 参加哥哥节目的 重量级的除了一些终生代演员之外 就是初代男团 小虎队F4了 小虎队成员之一的陈志明 在参加追光吧之后 依旧是不温不火 也在东方的晚会上亮相 但话题度和热度就是不高 而参加P哥二的小虎队成员苏友鹏 在P哥二中可谓是炙手可热的哥哥 镜头里的他不仅拉了一波回忆沙 重温情怀 还展现了他的智商 拼搏 专业 严苛 参与第二季的追光吧哥哥的吴建豪 在追光吧节目中依旧没有凸显出他的个人魅力 相反在P哥二中 吴建豪的个人魅力大放异彩 很多对于F4不够了解的人群来说 吴建豪是陌生的 而这档明星的选秀节目 让不少人看到了为了健身形体美的吴建豪 多么的有魅力 这大概就是芒果的造势能力 殷宗的策划能力 和强大的人气支撑 追光吧哥哥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面前 一点能打的劲都没有 同样的起点不同的境遇 初代男团们的境遇也完全不同 陈志鹏曾与苏友鹏同一舞台过 在那档天赐的声音首期节目 陈志鹏在台上作为飞行嘉宾 苏友鹏在台下 作为点评嘉宾 在观众看来 就是陈志鹏是参赛选手 苏友鹏是导师 场面一度让人尴尬 看得出来 那么多年 陈志鹏相比较与苏友鹏混得真的是有差别 但他在追歌的舞台上 是唱跳能力俱佳的 可惜的是 他参加的不是披荆斩棘的哥哥 如果是 应该也已经二次翻红了 F4成员在严程旭参加第一季更红了之后 吴建豪也来了 可能是追光吧 哥哥没有掀起火花 吴建豪在节目中的表现 也被批哥节目组看到 所以第二季请来了第二位F4演员 当年F4最红的两位是严程旭 周渝民 而朱孝天和吴建豪人气次质 现在 吴建豪也凭借皮格尔翻红 而朱孝天的一部《楚留香传奇》之后 就鲜少见他出现在荧幕中 最近 朱孝天的短视频和直播 经常走红在网络 乍看已经认不出 这是当年的楚香帅了 朱孝天的身体不是很好 有了白胡子 头发略白 脸庞略胖 人发福了 应该是最惨的F4成员了 很欣赏他在直播中的直言不讳 真诚友善 并没有像其他过期明星一样带货 问大家要礼物 就是正常的聊天 不同的人 不同的运气 朱孝天和陈志鹏并没有什么能力上的败战 也没有颜值上的不计 他们输的只是运气 这也就是 有的人天生就是运气不好 感情也不顺 身体还压健康 自己努力过 但没有一些运气好的人过得好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